网路诈骗陷阱多在捷安厢有名60岁男子 先是加入股市分析群组 里头是以投资股票虚拟货币稳赚不赔等名义 详骗男子面交新台币225万元 捷安情分局获报之后成立专案小组 前往指定地点四季埋伏 顺利逮捕一名涉案车手 全案是依刑法诈欺罪洗钱房子法来移送侦办 他就是跟我们在网路上带货币看的 然后跟我们买虚拟货币这样 是是是是 网路诈骗陷阱多 在捷安厢就有名60岁的男子 先是加入股市分析群组 停息买卖虚拟货币可以赚大钱 准备了225万元现金摇到草上面交 但他越想越不对劲 拨打110报案 警方立即成立专案小组 前往指定地点时机埋伏 顺利逮捕一名涉案车手 点抄机了 再点抄机了 因为之前交易的时候有说过假币 经常歹毒以股票投资名义 方骗被害人前往 吉安湘海安路 面交新台币220万元 经援警埋伏守候 当场逮捕一名名系涉案车手 查扣点招机一台 全案一一刑法诈欺 洗钱防治法 依法移送侦办 吉安警分局也呼吁 今年来诈骗集团不断投出变化球 利用三星产品的便利性 设下各种网路陷阱 民众投资应透过合法管道 赚取合理利润 任何标榜高额获利 稳状不赔等夸大不实广告 极为假投资争诈裁的警讯 小心求证 仍为防止诈骗的不二法门 记者徐立琴 吉安强报导